如何在凤凰城避暑? 在这个季节的大部分时间里,白天的温度都在100度以上。 夏天去凤凰城听起来可能不是最好的主意。 然而,在太阳谷,即使是在夏天最热的日子里,也有很多保持凉爽的好方法。 事实上,许多人说夏天是一年中游览凤凰城的最佳时间。 在太阳谷度过夏天的最好方法就是适应。 为了应对菲尼克斯三位数的气温,这里有一些夏季要做的事情,参观室内活动中心。 孩子们可以在各种地方度过炎热和夏天的无聊,在那里他们可以消耗一些精力。 在室内度过美好的时光,从在Topgolf室内练习场学习长距离比赛,到在Stratum LaserTech打一轮激光标签。 今年夏天你不必去户外活动,凤凰城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是神奇杰克。 这个室内空调游乐园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碰碰车,迷你高尔夫,空中驱棍球和双向飞碟等经典阶级游戏保龄球,以及为孩子们提供的茶杯旋转游乐设施。 太阳谷的其他热门景点包括Skyzone蹦床公园,Kids that trip,室内滑板公园和ODC镜子迷宫斯科茨戴尔。 淋湿降温 在菲尼克斯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最好的降温方式是去水里。 虽然这个城市没有真正的海滩,但有一些很棒的地方和方法可以让你抵御高温。 在太阳谷最受欢迎的降温方式之一是沿着附近的沿河进行油管冒险。 凤凰城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使用Salt River Tubing。 该公司提供漂浮设备和向上游运输,开始三小时的漂浮旅程。 此外,该市的许多公园都有房间公园和喷雾店,少数公园甚至有公共游泳池。 如果你夏天和孩子们一起旅行,你可以让他们参加夏季游泳课。 如果你和狗一起旅行,甚至有几个公园可以让狗降温。 大凤凰城地区也是许多很棒的水上公园的所在地,包括Mesa Gulfland Sunsplash, Big Surf和Wet and Wild Phoenix,享受一些空调娱乐。 四处飞溅是很有趣的,但我们只需要离开太阳的时候到了。 尤其是在下午最热的时候,无论你是去凤凰城众多的博物馆之一, 还是去看电影,凤凰城的室内都有很多娱乐活动。 该市的许多博物馆在整个季节都为儿童提供暑期项目和特别展览, 有些甚至提供免费入场。 受欢迎的博物馆包括西尔德博物馆,凤凰城艺术博物馆, 乐器博物馆和亚历桑那州科学中心。 要想参加一项更具活力的活动, 可以带孩子们去Uptown Alley等当地保龄球馆打保龄球, 或者在Arctin Raceway Indoor, Cart Racing的室内赛道上快速绕圈。 在乐高乐园探索中心建造和创作, 或在亚历桑那海洋生物水族馆或蝴蝶仙境了解自然。 与此同时, 成年人可以在赌场享受饮料和游戏, 或者去跳造市场。 交换会和旧货店购物, 有些甚至24小时营业。 夏天, 太阳鼓也会举办一些音乐会或演出。 其中许多将在室内场馆举行, 空调全开, 将户外活动限制在清晨或傍晚。 一些夏季活动值得考虑, 尽管它们在户外, 最好是在早上或晚上做这些。 通常, 提供夏季活动的地方会提供阴凉处或另一个遮阳的地方。 为了准备在阳光下的一天, 首先问问自己, 你是否认为高温会影响你? 一定要戴上防晒霜, 帽子和水。 徒步穿越太阳鼓的壮丽景观, 是开始或结束一天的绝佳方式。 马里科帕县的许多公园, 距离凤凰城市中心, 只有很短的车程。 博伊斯汤普森植物园周立公园, 位于亚利桑那州苏比利尔附近。 是该州最古老的植物园, 每年5月至9月, 每天早上6点至下午3点开放。 沿着阿帕奇小径, Apachi Trail风景优美的车道。 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停下来。 整个夏天的周五晚上, 太阳鼓的许多社区都会举办艺术漫步和免费音乐会。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夏季月初到访, 一定要看看整个城市的第一个星期五庆祝活动。 整个夏天, 钱德勒、斯科茨戴尔和格伦戴尔经常在周末举办免费活动。 查看夏季观众运动。 凤凰城全年都有职业和大学体育赛事, 但夏天是棒球、篮球、足球以及足球训练营的季节。 许多门票价格合理, 有些甚至是免费的。 对于棒球, 整个夏天都可以观看亚利桑那响尾蛇大联盟的比赛。 或者, 以更低的价格观看亚利桑那州新秀联盟的棒球比赛。 对于篮球, 你会想在菲尼克斯水星队的比赛中抢到座位。 对于足球, 一定要查看菲尼克斯崛起足球俱乐部和施在坦佩和斯科·茨戴尔之间的体育中心比赛的时间表。 出城吧! 不幸的是, 凤凰城位于一个广阔的山谷中, 特别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 但在距离凤凰城两小时车程的范围内, 有几个好地方可以避暑。 一般来说, 这里的温度要低10到20度左右。 但附近的一些目的地值得面对亚利桑那州的高温。 例如, 塞多纳和普雷斯科特这两个城市在整个季节通常都比较凉爽。 整个夏天都提供各种各样的景点, 娱乐和户外娱乐。 出发前, 检查一下驾驶时间和距离。 如果你打算长时间离开, 一定要把房子关好。 入住当地度假酒店。 如果你不能出城, 但仍然需要远离太阳谷的高温, 可以去凤凰城和斯科·茨戴尔的众多度假圣地之一。 那里有水上乐园或降温的地方。 Vermont Scottsdale Princess酒店的室外游泳池提供沙滩, 还有许多餐厅、娱乐场所, 甚至还有一个水疗中心。 与此同时, 位于凤凰城的皇家棕榈度假村和水疗中心专为浪漫而设。 为您和您的爱人提供了许多郁郁葱葱, 与世隔绝的地方, 让他们逃离山谷的炎热。 庆祝暑假, 从5月到9月, 你不能躲在家里的空调里等着气温下降。 有些特殊的日子需要你注意, 包括母亲节、父亲节和7月4日。 从以墨西哥美食、音乐和舞蹈庆祝的5月5日开始, 这个夏天充满了节日和年度活动。 不久之后, 该是举行了一系列游行, 抬球派对, 甚至在先锋与军事纪念公园进行历史观察, 以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 为了结束这个夏天, 太阳谷的社区举办野餐, 音乐会和其他特别活动来庆祝劳动节, 学习夏季安全提示。 当气温飙升时, 凤凰城地区的居民需要找到适应日常生活的方法。 无论是购物、开车还是照顾宠物, 在夏天采取安全预防措施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室外温度超过100度通常超过110度时, 你需要格外小心, 避免中暑。 此外, 当你在烈日下待很长时间时,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皮肤。 无论你在太阳谷的什么地方, 包括在阴凉处或阴天, 涂防晒霜都是必要的。 避免过度暴露在夏季强烈的阳光下, 对预防皮肤癌症也很重要。 在小镜上徒步旅行时, 要留意可能对你的健康造成危险或危害的野生动物。 小心翔尾蛇和蝎子, 并确保你在出发前注意到, 任何关于蚊子携带悉尼罗核病毒的警告, 如何在夏季照料庭院和花园。 并不是所有的绿色都会在凤凰城的高温中消亡。 仙人掌和玫瑰绽放, 蔬菜生长, 沙漠植物繁茂。 因此, 凤凰城的居民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在夏天维护庭院和花园的知识。 菲尼克斯的许多社区都有严格的浇水规定, 以确保在夏季干旱期间不会缺水。 但也有一些容易开花的沙漠植物在夏季开花, 但没有太多水。 当谈到在凤凰城的夏天维护你的绿色植物时, 一定要注意每个月哪些花、树和草生长得最好。 节能节水。 尽管菲尼克斯的居民在冬天可能不会使用大量的热量货水, 但夏季的能源消耗却在飙升。 为了地球和你的钱包, 节约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搬到凤凰城, 请确保投资或租另一套节能住宅, 并注册Time Advantage公用事业计划, 该计划通过估计年使用量来平衡一年的电力和水成本。 此外, 当你参观时, 一定要遵循水资源保护的提示。 洗碗, 刷牙或刮胡子时不要让水一直流着, 并确保淋浴时间尽可能短。 了解夏季高温的预期。 尽管沙漠的炎热会让你疲惫不堪, 但实际上是夏季的持续时间给凤凰城的居民和游客带来了损失。 太阳谷的夏季大约持续5个月, 有时更长。 整个夏天, 凤凰城的月平均气温白天保持在100华氏度以上, 夜间仅降至74华氏度。 幸运的是, 这个季节这个城市根本没有太多的湿度。 人们把凤凰城的夏季温度描述为干热, 这使得它在夏末感觉不像佛罗里达这样闷热的目的地那么热。 然而, 凤凰城的夏天也意味着每年6月15日至9月30日是亚历桑那州的季风季节。 在这个季节, 湿度水平会增加, 可能会发生多场风暴, 沙尘暴和沙漠暴雨。